苗栗的堅果饅頭 才發揮愛心 我们有带来五穀重跟这个堅果饅頭 还有苗栗的芭蕉 没有出很多钱 但是我们要尽很大的力量 就是一般的日常用品 还可以发挥爱心 台中慈愿在大厅举办这一场 木系木外活动 要帮助印尼受灾的民众 杨平游先生 他的作品是包含了一整的国际观 我们会在这里出钱出力 尽自己的力量 如果需要我们 我们也是会冤枉之千 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可以看到我们师兄师姐 跟我们全院的同仁那一份的 能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正能够把那一份的一个关怀 送到当地去 灾民的苦愿在台湾的我们 感同身受 共聚善念 为他们祈福 大安新闻 将军李月为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